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魔术很厉害 经常借此撩个妹 光头是催眠时 非常擅长读心书 他通常靠猜测人心 然后讹人整点钱 助手 是魔术师中的逃脱魔术专家 曾经是卷毛的助手 小杰擅长声东击西 他经常利用他的魔术偷刀 而且世上没有他解不开的锁 他们四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 发现了一张只向同一个地点的卡片 四个人被召集到一个房间里面 他们发现房间中设置了很多精妙的魔术 但是邀请他们来的人却没有出现 不久之后 在拉斯维加斯 这四个人变成魔术师 组合出道 组合名称就叫做四骑士 他们的第一个舞台表演非常精彩 随机抽一个法国人 让他说出他的银行 在众目回馈之下 hold走了这个银行里的350万欧元 不过这四个人却好像并不在意这一位巨卡 而是像杰弗契品一样 当场撒币 这个事一出 FBI就坐不住了 他们没想到 现在还有人这么嚣张 居然敢公然抢银行 于是他们派出了伦哥调查这件事 顺便还给他配了个女行警 小爱做辅助 小爱觉得半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但是伦哥就不喜欢这个小跟班 对的态度很恶劣 他们很快抓到了四骑士 不过四骑士一点都不慌 稳得一笔啊 他们一点也没有犯人的自觉 还在审讯的时候 继续变魔术细刷警方 伦哥对这种知道是谁干的 就是没有证据的情况 也很捉急 但还是放走了四人 看来只能请外员了 伦哥找到专门做魔术揭秘的 知名魔术师黑书 黑书给了他很多启发 原来四骑士的第一场魔术 是利用舞台的障眼法和催眠术完成的 早在魔术表演之前 他们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四骑士是有老板的 他们的老板为防止黑书 在下一场表演是搅局 准备先收买的 但是黑书拒绝了 在第二场表演中 四骑士又玩了一把大的 他们把四骑的老板请上舞台 公布了他的银行余额 四个人在台上 把老板的钱分给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上次还撒币的四人 这次直接就扶到家 把钱给观众打卡上了 老板钱都被分完了 才发现自己被人玩了 四骑士解释 在一次危机中 现场观众都损失了很多 但是这个做保险公司的黑心商人 并没有给大家赔付 这场表演就补偿大家了 在现场观看了整场表演的 伦哥和小爱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不过他们这样上去扎人 就被四人拉入了以前设好的陷阱 伦哥在四骑士身上安装了追踪器 在追踪过程中 小爱差点抓到了卷毛 之前卡被刷爆了的保险公司老板 再次找到黑书 让他一定要揭穿四骑士 在调查的过程中 小爱虽然是个菜鸟 却能保持惊喜 找到一点思路 但是伦哥始终不太相信他 在追踪过程中 伦哥发现自己被四骑士反追踪了 不过他将计就计让自己不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四人组这边好像也觉得有点玩大了 都在准备跑路 在警方来临之前 三人先走了 留见小杰善后 小杰上了一些文件 但还没烧完 伦哥就来了 小杰带上文件开车 慌乱逃跑 被限制行动的小爱 终于得到伦哥的一点信任 发挥辅助作用 开车接伦哥追踪小杰 他们在街头上演了一番速度与激情 不过小杰却意外出车祸 车毁人亡 小杰拼死要保护的文件 吸引了伦哥的注意力 顺着线索调查下去 发现四骑士已经从伦哥手上 窃取了一个装有大量现金的保险箱密码 伦哥觉得自己这次又走在了四人前头 他准备顺着保险箱找到四人 四骑士在网上发布了小杰的词讯 表示虽然缺了一个人 但表演还是会继续下去 伦哥在追查保险箱的时候 又遇到黑叔 黑叔提醒他又被四人耍了 伦哥打开箱子发现不对 他以为自己走在四骑士前面 没想到反而又落下一大截 绕来绕去 还是把自己玩进去了 四骑士开始准备最后一次表演 与观众告别 他们像第一场一样撒币 不过伦哥很快发现 这次是假币 小杰发现四人的逃跑路线 带着伦哥去追 不过最终还是让他们跑了 而失踪的钱 却出现在黑叔的车里 一脸懵逼的黑叔被抓进牢里 做了踢罪羊 他赶紧向伦哥 解释了四骑士的魔术手法 希望伦哥能救他出去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切的策划者正是伦哥 原来在伦哥的小时候 他的魔术师父亲 在被黑叔揭露了魔术秘密之后 顶而走险 进行了一场熬脱魔术 但是因为黑心商家 生产劣质产品 父亲因此去世 保险公司也拒绝赔偿 所以他长大之后 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只为报复 伦哥重新找到了小爱 小爱看出了一切 不过被他影帝般的演技折服 守护了秘密 当我看完这部电影 震惊 诧异 叛復 简直是无以言表 电影把魔术犯罪 剧情发展巧妙 融合在一起 魔术竟然能如此奇妙 可以在众魔魁魁之下 成就一场 惊天大挪移 魔道团取之有道 还能逃之夭夭 电影结尾 神奇反转 也为下一步 打下了基础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是顾小 下期再见了